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歡迎搭乘 時事直通車 鳳凰衛視 中文台 資訊台 香港台 歐洲台 美洲台 我是謝雅芳 為您環球報導 新聞首先來看重點題 李克強主持會議 部署推動製造業和物流業 復工復產 穩定供應鏈 湖北除武漢以外地區 星期三將解除離惡通道管控 武漢則將在下月8日解封 中共外交部強調 是美方先挑起病毒來源的爭端 持續不斷污名化中國 現在在社交媒體 真的看到有很多違反 我們的家居檢疫令 這個是令人非常之失望 非常之痛心的 針對有多人違反檢疫令外出 香港特首再次批評這種行為 呼籲市民自律 安倍晉三和國際奧委會主席 舉行電話會議 同意東京奧運延期一年 持續直通車之頭條新聞 由五糧業集團特約贊助播出 中國的五糧業 世界的五糧業 今天的頭條新聞要帶您聚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星期二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確定推動製造業和流通業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 積極有序復工復產的措施 部署進一步提升 中國國際航空貨運能力 努力穩定供應鏈 會議指出 當前全球疫情大流行 對世界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對國內經濟帶來嚴峻挑戰 要進一步擴大有效需求 駐企業穩就業 更有針對性做好力穩工作 要繼續科學精準防控 對新發病例發現一起 及時依規處置一起 公開透明發布信息 在此基礎上 積極有序推動製造業和流通業 復工復產復業 一是協調解決製造業 全產業鏈復工復產遇到的困難 保障在全球產業鏈中 有重要影響的企業和關鍵產品 生產出口 二是發展線上零售 餐飲問診教育和農村電商等 新業態和便民消費網絡 三是落實扶持中小微企業 各體工商戶的各項政策 引導金融機構提高對中小微企業的信用貸款 續貸、手貸和中長期貸款比重 鼓勵大企業融資後 向上下游中小微企業支付預付款 四是針對外需訂單萎縮態勢 支持企業網上洽談、網上半展 主動抓訂單 根據國際疫情發生新變化的情況 研究推遲今年春季廣交會時間 以及利用網絡等手段舉辦等代替方案 會議指出中國國際航空貨運能力存在明顯短板 受疫情衝擊國際航空客機副倉貨運大幅下降 對中國產業的國際供應鏈帶來較大影響 要採取有效措施 提高中國國際航空貨運能力 既保通保運保工 又增強物流國際競爭力 一要加強國際協作 暢通國際快艦等航空貨運 對疫情期間國際貨運航線 給予政策支持 鼓勵增加貨機 發展全貨機運輸 一是統整支持各種所有制航空貨運發展 鼓勵航空貨運企業與物流企業聯合重組 支持快遞企業發展空中海外網絡 二要完善航空貨運輸輪網絡 對貨運功能較強的機場 放開高峰時段對貨運航班的時刻限制 在京津季、長三角、粵港澳和成瑜等地區 具備條件的國際樞紐機場 實行24小時通關 三要健全航空貨運標準 建立航空公司、郵政快遞、貨站等 互通共享的信息平台 升級改造現有機場設施 完善能量快艦分解等設施 推進以貨運為主的機場建設 鳳凰卫視綜合報導 中國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目前累計8萬1千多例 死亡3,283例 治癒增至7萬3千多例 那麼內地由週一到週二中午 新增確診84例 當中80例是境外輸入病例 以北京最多有35例 另外新增死亡7例 湖北武漢新增1例確診 目前省內人留院的患者降到4300多人 而廣東和浙江都有新增輸入病例 來看到港澳台方面 台灣新增20例境外輸入和1例本地病例 累計216例 香港則新增了30例 累計386例 澳門累計25例 湖北省武漢市以外地區 將在星期三零點開始 解除離岳通道管控 而武漢將在下月8日解封 湖北襄阳機場 恩石機場 神農駕機場 將於星期三正式赴航 湖北省人民政府網站公布 為了讓武漢市以外的湖北地區 有需恢復對外交通 以及復工復產 離岳人員從25號零時起 可以憑湖北健康碼綠碼安全有序流動 不過武漢市繼續實施嚴格的 離汗離岳通道管控措施 從25號零時起 對持有湖北健康碼綠碼的外出務工人員 經核酸檢測合格後 採取點對點一站式的辦法 集中精準輸送 確保安全有序返港 從下月8號零時起 武漢市解除離汗離岳通道管控措施 有序恢復對外交通 憑湖北健康碼綠碼安全有序流動 至於從外省前往湖北和武漢的人員 憑外省健康碼或湖北健康碼綠碼 可以在全省範圍內安全有序流動 不需另行提供健康證明等 另外 湖北省內大專院校 中小學 中職學校 技工院校 幼兒園等繼續延期開學 具體開學時間 根據疫情防控情況 經科學評估後確定 通告提醒 各地要嚴防人員流動和聚集增加 帶來疫情反彈風險 妥善應對輸入性風險 同時力爭全省經濟社會發展 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軌道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隨著武漢市有序展開 完善應急搶修機制 成立供水應急搶修隊伍202支 電力保修隊伍66支 各類發電車輛38台 全天候待命 上門服務 進社區服務 不見面 不接觸服務 欠費不停機 欠費不停水 欠費不停電 油不斷供 占不打烊 往上充值 限下圈存等便民措施 保障民生需求 張文彤表示 目前武漢市通訊網絡 運行平穩 水電油氣供應充足 能夠滿足居民生產生活需要 和企業的副產副工需要 同時應急保障方案 還緊盯醫療機構需求 做到火神山 雷神山 各定點醫院 隔離點等 重點防疫功能區 實行醫院一側 一點一案 開通5G 遠程醫療 等多項專屬服務 做到保障不分昼夜 搶修不分你我 服務不分大小 確保各醫療點正常運行 鳳凰卫視綜合報導 好 那麼有關武漢方面的最新情況 我們要立刻連線 正在武漢的本台特派記者蔣曉峰 來進一步為我們報導 曉峰你好 你好 雅芳 曉峰 我們看到武漢新增了 一起一宗確診病例 這對於武漢的疫情防控 有一些什麼樣的警示嗎 是的 雅芳 那我們在迎接4月8號武漢解封的這個時候呢 同時要面對在這個離4月8號之前的一些現實 有的現實可能會是嚴峻的 我們要做好這個準備 那麼新增的一個確診的病例呢 應該說是打破了連續五天 沒有新增的這麼一個紀錄吧 那對於這個新增呢 我們也了解到專家的說法呢 就是說如果能夠實事求是 正式現實的話呢 應該是面對流行病一個應有的一個態度 那麼對於武漢這樣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來說 應該增加一個新增的病例呢 並不是特別的意外 這個和新冠病毒 它的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 它的隱蔽性有一定的關係 早期呢是不太容易發現的 但是呢 這一起事件呢 應該說它這個病例呢 是來自於湖北省人民醫院本部的一個醫生 近期呢在醫院工作 不排除有這個在院區感染這種可能性 那它就提出了一個警示 就是說在社區和在醫院呢 篩查要做的 要嚴格的來執行 不管是新冠病毒的這個感染者 或者說是非新冠肺炎的患者 在就診的時候呢 在社區的篩查和發熱門診的這個篩查呢 要做到不留死角的一個排查網 不留下任何的隱患 就是說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病人 如果說這個病人 它是符合疑似的這種標準的話呢 要嚴格按照傳染病的這個管理辦法呢 兩個小時內來報告 那麼這個這起病例呢 應該自己確認確診的病例 其實也對於醫院和醫務人員呢 提出了一個標準預防的措施的 這麼一個要求 就是說要把所有的病人呢 都當作具有潛在的傳染性的病患呢 來對待 那麼對於他們的這個處理呢 在進行不同的診療的過程當中呢 所有的醫務人員呢 也要做好分級的這個防護 那現在湖北的任務呢 是要內防 同時也要外防 特別是對於境外到湖北的這些人員 那現在呢 所有人員呢 抵達後呢 都要納入到湖北省全省的這個防控系統 同時要做到四個疑慮 就是說在過去14天 有海外旅居使的人呢 一律都要做核酸的檢測 另外呢 對於四類人員呢 一律要進行分類的處置 其餘的人員呢 由各州市呢 來接回 並且呢 集中隔離做14天的醫學觀察 並且呢 還有一個一律呢 就是一律要納入到社區和村的這個防控體系當中 雅方 好 我們先謝謝小楓的報導 那麼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星期二召開例行記者會 介紹疫情防控與醫療診治等情況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表示 目前已建立海關入境人員14天隔離 觀察與醫療機構三道防線 可以很好抵禦境外輸入病例 世衛組織在3月11號就宣布 新冠肺炎具有了大流行的特徵 在北京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就表示 近段時間境外國際疫情快速蔓延 輸入型疫情風險持續增加 中國境內枢紐地區及口岸城市 防止輸入壓力也在不斷加大 他強調 中國已經建立了有海關入境檢測體溫 詢問狀況 以及報告過去40天旅行史 入境後的人員要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等方式 建立起三道防線 他強調 通過防線應該能夠很好的防範輸入病例 造成再次流行 萬一第一到第二的還有漏的 那麼病人出現症狀以後 他總得要去就診 到我們的醫療機構 那麼經過前一陣的新冠肺炎的防疫時間鍛鍊 我們的醫務人員已經有這個意思了 那麼一旦有病人的話 很快就能夠診断治療 那麼從前期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輸入病例 我們的輸入病例基本上堵在了 我們的第一道防線和第二道防線 這個我們第三道防線都底的呢 現在還沒有這個防線病人 所以我們的三道防線呢 應該能夠很好的呢 這個防範輸入病例啊 造成的這個再次流行 方王醫師 陳其流健 北京報導 好 那麼去一下廣告回來 還要帶您關注 老沃首次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而緬甸確診首例後 引發民眾搶購潮 泰國將實施緊急狀態 採取嚴格的管控措施 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擴散 韓國決定將金融救濟方案 擴大至100萬億韓元 帮助企業克服疫情難關 這個棚裡的聲音 然後我的耳機用盆裡的聲音 用電話 李淼聽到我聲音嗎 喂喂喂 聽到 好啊 國際新聞方面繼續來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 星期二舉行電話會議之後表示 雙方都同意東京奧運和殘奧會延期一年舉辦 國際奧委會其後正式將東京奧運會推遲到2021年夏季 而東京都知事小吃百合子參加完和巴赫的電話會議之後表示 奧運會延期後仍然將保留東京2020奧運會的名稱 安倍晉三晚上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舉行電話會議 安倍晉三重申 東京奧運不會取消國際奧委會在此之前 已開始考慮推遲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考慮到運動員的準備時間 安倍提議推遲大約一年 也就是2021年夏季舉行 而巴赫也百分之一百同意 安倍又指對國際奧委會支持東京舉辦完整的奧運表示讚賞 他指會舉辦完整的奧運以證明戰勝新冠病毒 好 那麼有關東京奧運延期舉辦的更多消息 我們要立刻連線祝日本記者李淼來進一步我們報導 李淼你好 雅芳你好 那麼日本當地這些民眾對於奧運會的延遲舉辦 有一些什麼樣的看法 這樣的一個延遲 對於日本會帶來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好的 我們剛剛都看到了安倍首相 是在同巴赫主席進行電話會談之後 就宣佈說他已經向國際奧委提議說 延期一年延遲到最晚的時候 是明年的夏季之前舉行東京奧運 那麼根據我們剛剛是進一步的了解 日本政府有關人士對我們透露說 目前日本的打算是延期整整一年 就是明年夏天的時候是計劃召開 那麼對於這一決定 其實日本國內的民眾都是表示理解 我們之前是在東京街頭採訪民眾的時候 大多數民眾都說 因為目前出於疫情的考量 特別是目前除了日本之外的國家 目前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如果召開奧運的話 不僅僅是對選手 對參賽者還有對觀眾 以及對很多來到日本的外國人 是不是會給日本帶來更嚴重的疫情 日本國內民眾還是有一些擔憂 所以大家都認為是應該盡早決定 那麼之前安倍說延期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會在四周之內做出最終判斷 不過當地日本的民眾就認為 應該越早決定越好 那麼剛剛是安倍就宣布了這個消息 所以日本國內主流輿論也都是表示支持的 認為奧運如果延期到某一個時候的話 那麼就根據這個時期 然後各方再重新進行各種協調 包括奧運場館 包括10萬名志願者怎麼辦 也包括日本國內的各種住宿設施 怎麼樣進一步的去協商 所以一系列的日程還要馬上進行 全部重新的歸零 再重新探討 重新各方協調 所以對日本來說 這個負擔也是非常重的 但是當地的東京都知事小吃白鵝子 剛剛也說是 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還是覺得鬆了一口氣 畢竟目前的疫情狀況是這樣 所以他也表示理解 所以接下來就是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 那麼明年之後 日本要具體怎樣去準備 所以這也是日本各界的聲音 亞方 好 我們先謝謝李淼在東京的連線報導 那麼在中國提出堅決反對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期在推特中 仍然使用中國病毒的說法 中國外交部星期二再次強烈批評 強調是美方先挑起病毒來源的爭論 持續不斷污米化中國 根據媒體報導 早在3月6日 蓬佩奧就公開對外使用武漢病毒的提法 此後美方的一些政客和高官 持續不斷地藉此來污名化中國 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和強烈反對 白紙黑字 油言在美方是抵賴不了的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明白 採用混淆視聽甩鍋別國的伎倆 使用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的說法 無助於美國戰勝疫情挑戰 也無助於抗疫國際合作 中國和拉美及加勒比國家 星期二舉行新冠肺炎疫情專家視頻交流會 中國外交部表示 會議得到了與會各方的積極評價 中方願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大力推動中拉抗疫合作 中方專家在會上詳細介紹了疫情發展趨勢特點 以及中方在疫情防控、臨床治療、海關管理和社區流關等方面的經驗 並細緻解答了各國代表提出的問題 拉方與會官員和專家積極評價中方抗疫疫情取得的顯著成效 充分肯定中方為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做出的重要貢獻 一致認為本次視頻會議即時、專業、高效 為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抗擊疫情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中國和拉美加勒比地區的全部建交國 以及尼加拉瓜等25國、200多名官員、專家、世衛組織等 4個國際和地區組織代表參加了這次視頻交流會 會議持續了3個多小時取得良好效果 那麼耿爽表示 下一步中方將密切關注疫情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發展動態 結合國內資源和拉方的有關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大力推動中拉抗疫合作 全球已經有超過190個國家以及地區出現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除了中國以外 全球累計病例超過30萬例 死亡超過13000例 韓國新增76例 累計超過9000例 緬甸和老臥首次出現確診病例 泰國為應對疫情頒布緊急狀態為期一個月 那麼美國單日新增過萬例確診病例 累計超過46000例 疫情也繼續在軍隊蔓延 全球有近250名美軍人員確診 巴西累計近2000例 當地開始著手建設方艙音樂 那麼意大利新增4000多例 累計超過了63000例 新增臂力繼續呈下降態勢 西班牙單日則是新增了6500多例 累計39000多例 德國累計確診超過3萬例 成為全球第五個確診超過3萬的國家 法國也增至超過2萬例 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亞洲蔓延 老臥衛生部星期二證實 老臥首次確診兩例新冠肺炎病例 兩名患者都是在萬象市居住的老臥公民 至此東南亞國家全部出現了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而緬甸官方星期一晚間也公布了兩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這是緬甸首次出現確診病例 緬甸的兩名確診患者分別是來自美國和英國的緬甸籍男性 一名患者在確診前的10天左右去過緬甸多個城市 而另一名患者沒有任何症狀下檢測確診陽性 導致民眾十分擔心 政府公布消息後 仰光很多民眾到超市搶購物資 有民眾認為緬甸的醫療設施資源匱乏 民眾的防疫意識普遍很低 擔心疫情會不斷擴大 而緬甸很多人都喜歡咀嚼檳榔 隨地吐檳榔汁也是一大衛生問題 緬甸教育部已經公布大學暫停上課所有邊境口案停止給外國人發放簽證 禁止外國人從邊境進入緬甸 但周邊國家疫情嚴重 很多緬甸外勞從泰國等地返國 加上歐美等緬橋歸來都增加了緬甸防疫和醫療系統的壓力 雖然從疫情開始發生近三個月來緬甸一直保持零確診 但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 歸國緬橋的增加 緬甸最終也發現確診病例 目前緬甸政府已經將體育廠寺廟空閒工藝等設施改為臨時隔離點 盡力做好防疫工作 鳳文山上邦緬甸 陽光 財政報道 泰國總理巴鈺星期二宣布 內閣會議已決議從星期四開始實施緊急狀態 以嚴格的管控措施來防控新冠病毒擴散 而當天泰國新增確診病例106例 總數達到了827例 死亡4例 泰國總理巴鈺在24號的內閣會議後宣布 依據緊急狀態法從26號起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將採取更加嚴格的管制措施 來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擴散 當天的內閣會議是以視頻會議的方式進行 最大限度減少與會人員聚集 並嚴格控制與會者間的距離 新冠病毒疫情中心每天上午9點都將舉行會議 並負責向公眾發布信息 巴鈺強調 緊急狀態下 政府有權實施任何措施並隨時調整 警告警告 泰國副總理宋奇宣布 政府將向受疫情影響的 且沒有納入社保的 約300萬名勞工 臨時工和自僱者 提供每月5000泰铢補貼 為期三個月 目前新冠病毒疫情 已經擴散到了泰國的47個府 緊急狀態的實施 將未宣布宵禁和旅遊禁令 鋪平道路 而具體的宵禁措施 將以26號的公布為准 鳳凰衛視率员王涛泰國 曼谷報導 多個國家地區 紛紛加大防控疫情的政策力度 那麼相關話題 我們請到時事評論員 何亮亮來給評分析 何仙你好 你好 對於亞洲各國 近期對於抗擊疫情的 這些舉措 你有一些什麼樣的觀察 對 我想我們應該注意到 當前新冠肺炎 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 都已經爆發了 而且疫情比較嚴重的是在發達國家 比方說美國和歐洲 那麼值得關注的是這樣兩個地方 那麼一個是俄羅斯 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 還有一個就是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國家 也就是中國的邻邦印度 這兩個國家的 現在確診的新冠肺炎的病例 都只有400多個 那麼其中我覺得 俄羅斯因為它醫療系統 比較完善 這個醫療水平比較高 但是印度的情況非常值得關注 因為它的人口是僅次於中國 13億多 也已經快接近14億了 那麼同時 印度的人口眾多 人控的人口的流動性非常大 而印度並沒有一個發達的 這樣一個全國的醫療保健系統 那麼當前就這個 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情況來說 這麼多的人口 13億的人 他們無論是這個檢測 這個確診 還是這個醫療的這個系統 都是很不完善的 而且民眾的這個衛生習慣呢 也是有待改進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看到這個也有媒體報導說 說跟印度人 他們很驕傲 他們認為這個印度的文化 傳統這個醫學 包括印度這個飲食呢 都是有助於抗疫的 但是呢 應該注意到現在印度的這個 新冠肺炎的這個病例呢 正在增加 那麼印度的這個國情 和它整個這個醫療這個體系呢 未來它有沒有可能爆發 這種大規模的這個疫情 而且印度的這個社會治理體系呢 也比較特別 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之間呢 也很難取得一種這個共同 協同來對付疫情 這樣的也缺乏這樣的一種這個體制 所以這個印度這個未來這個疫情 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 自己的這個防控的這個道路啊 如果能夠成功的話 那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非常值得關注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疫情也會這個爆發式的 這個增長和擴大的話 那麼也就值得關注了 那麼另外專家們也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另外一個人口眾多的 也就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 印度尼西亞的情況 它的疫情也值得關注 楊芳 好 我們先謝謝何仙恩的點評分析 那麼再來看到韓國總統文在寅 在星期二表示 為減少疫情 對韓國經濟產生的影響 決定將早前宣佈的金融救濟方案 擴大至100萬億韓元 約合5,655億人民幣 韓國總統文在寅主持 召開第二次緊急經濟會議 決定將第一次會議上搞定的 50萬億韓元金融救濟措施的規模 擴大到100萬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5,655億元 幫助企業應對疫情帶來的衝擊 文件表示 韩国政府还决定将注资紧急资金 为中小企业 中型骨干企业 划布29.1万亿韩元的补助 为稳定债券市场资金20万亿韩元 为流动性短缺的公司提供17.8万亿韩元 和10.7万亿韩元的股票稳定资金等 文件强调这次投入紧急资金 是为守护国民工作岗位的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已超越韩国 住宿 饮食 服务业 航空旅游等领域 并扩大到制造业等 同时最近韩元对美元汇率急剧下降 韩国股市市场暴跌 韩国经济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次发布支援措施反映出 政府感到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 凤航卫视 金芝贤 韩国首尔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召开 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抗击新冠肺炎 他在会后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加强防疫措施 限制民众外出 那么疫情方面 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新增确诊 都有放缓的迹象 约翰逊23号取消了 每日例行的疫情通报会 改为发布电视讲话 他表示 从当晚开始 英国民众必须停止 一切不必要的外出 而购买必需品 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上班 有医疗需要或帮助有困难的人除外 图书馆 户外运动场等公共设施都会关闭 出售非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全部停业 除了葬礼外 禁止所有社交聚会等 警察将有权驱散聚会和对不守规矩者罚款 上述措施有效期为三周 到期后将检视相关措施 法国总理菲利普23号宣布一系列 更为严格的禁足措施 包括关闭露天市场 但在各级省长和市长的批准下 可以特别开放 至于外出六娃和做体育运动 必须在住处方圆一公里范围内 每次最多一个小时 而且必须要单独一天一次 政府将对违反禁令的人 处以严格的罚款 最高金额可达1500欧元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一所野战医院 首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人 康复出院 医护人员以掌声送行 这所野战医院 可以接受100多名轻症患者 未来两天将增加1000张病床 西班牙23号的确诊病例 增加约1乘4 与前一天一样 疫情有趋向稳定的迹象 卫生部长强调将不会放松 将增购防护设备 呼吸机以及快速测试剂 意大利的疫情也似乎见到曙光 政府23号公布 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二天下降 死亡病例也比前一天稍微减少 但当局强调 要多观察几天 才知道疫情是否转向乐观 而被视为意大利 一号病人的38岁男子 当天也在留医约一个月后出院 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好 那么下一节 回来还要继续带您关注 香港新增3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超过一半有外游记录 澳门特首宣布 星期三开始 内地和港澳居民有出国记录的 将被禁止进入澳门 北京从星期三开始 所有从北京口岸入境人员 不分目的地 全部就地集中隔离观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轮关口管制措施 阻止疫情蔓延 那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 正是这些措施让香港安然度过 2月至3月初 对于有多人违反检疫令外出 她再次批评这种行为 呼吁市民要自律 香港近期出现多人违反家居检疫令的情况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 再次呼吁市民要自律 对违反检疫令的行为深感失望及痛心 强调会加强检控工作 现在在社交媒体真的看到有很多违反 我们的家居检疫令 这个令人非常失望 非常痛心 所以在加强检控 巡查 那方面 特区政府一定是会用尽我们的力量 我们很快也都应该成立到一个举报月线 林郑月娥又指政府早前一系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 都是按照疫情发展和科学数据及专家的意见制定 令香港在2月至3月初可以安然度过 不认为新措施后知后绝 这一大举的和关口有关的工作 是成功地大幅度降低了跨境的人流 也都令到香港相对是安然度过了2月到3月头 大家看到其实本地的个案已经很少了 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在社会上 或者是政府的公务员的服务 也都慢慢恢复起上来 那这些全部都是一系列按着疫情发展 是看了我们的科学的数据 然后得到专家的支持我们进行的工作 他又表示 计划修例禁止酒吧食资卖酒 是因为之前最少有10宗确诊个案与酒吧消遣有关 希望聚焦处理情况令社会安心 凤凰卫视胡晓彤 香港报道 香港星期二新增了3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累计病例增加到386宗 那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当中19宗个案有外游记录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周二新增确诊的个案中 超过一半都有外游记录 长沙湾工业大厦 黄珠坑派对 以及婚宴等群组都有新增个案 蓝桂方乐队群组也多6人确诊 针对近日社交媒体上爆料 有人违反家居隔离简易令 外出用餐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目前警方向违反检易令人士 共发出408封警告信 并强调这样的行为 要承担严重的后果 其实违反隔离令是要坐牢和要罚款 一丁警罪就是要坐牢半年 或者罚款25,000元 所以都是一个严厉的罪行 比如回来香港的学生或者其他人士 可能有些年纪小 他可能不明白这个情况 其实是非常之严重的 希望大家要提醒一下 早前一名在机场负责检易工作的女医生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她在机场的工作并不算高危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测试后呈阴性 已派出感染控制组提供建议 加强感染控制措施 至于有一名电视台剪辑师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没有外邮记录 目前正在调查感染源头 另外医院管理局方面表示 医院的餐厅将实行特别的措施 只提供外卖 不提供堂食 以降低访客在餐厅停留的时间 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凤凰卫视 孟行元 香港报道 香港从星期三凌晨零点开始 禁止所有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 非本地居民乘坐飞机抵港 那么有旅客对新措施表示理解 但是认为如果长期持续下去 会对工作和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就带您看本台记者 在香港国际机场发挥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香港国际机场的街机大堂 那经过一整天的观察 其实在新措施生效的前一天 抵港的人士并不算多 那根据香港的区政府公布的数字 近日以来每一天都有超过 一万人是抵达香港 当中呢有九成都是香港居民 只有一成是海外的旅客 那相信新措施生效之后呢 这一成的海外的旅客的数字 将会进一步的减少 我们今天呢在机场这边是采访到了 不少的今天抵港的旅客 那其实很多人呢并不清楚 港府将要推出的这个新的一个 限制入境的措施 那有人呢就像我们表示 由于工作的关系是要经常的往返 韩国以及香港 那就表示虽然对这样一个措施 是表示理解呢 但是认为如果他长期生效的话 将会对他的工作还有生活是 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新措施呢其实还包括从明天开始呢 所有从欧美等高风险的国家 抵港的人士无论是否出现的病争都要统一接受一个病毒的检测 那今天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位从英国返回到香港的这个香港人 他就表示呢虽然他今天是不需要做这个病毒测试 但是如果他是之后回来 他本人是非常愿意来做这个病毒测试 无论是要等几个小时 甚至是十几个小时他都愿意 他就认为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自己 对家人以及对全社会都负责任的态度 就表示无论是什么样的措施 其实都需要全社会共同的一个努力 那目前呢这个疫情在香港来讲 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而特区政府也是表示 如果这个情况是继续持续的话 将来也是不会排除 是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遏制疫情的发展 那以上就是凤凰问世记者金小飞 在香港国际机场所做的现场报道 那么连日来输入性个案不断增加 澳门当地的新冠肺炎累计病例已经达到25宗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辰 星期二宣布 星期三开始 所有在过去14天去过外国的内地 香港和台湾居民也被禁止入境 如果从香港和台湾入境 无论是否澳门居民 都要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澳门自18日起已经禁止外国人入境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新入境措施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 而15日起禁止所有入境前14天 曾经去过外国的内地、香港及台湾居民 入境澳门 并同时停止澳门国际机场的转机服务 如果过去14天去过香港、台湾 无论是澳门居民还是内地、香港和台湾居民 入境后都要接受14天的指定地点医学观察 只此去过湖北省以外的内地地区 则维持有可能进行几小时的医学检查 内地是有我们的联防、联控的机制 我们是知道它 因为有些香港朋友可能会小聪明 我走珠海回来行不行 我不是澳门那边进来 澳门你不让我进入要住14天 我在珠海那边我可能4个小时 6个小时、8个小时我就能进来 但是如果你是虚报的 我们完全知道 为了对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或居民 进行14天的强制医学观察 政府至今已经借用了8家酒店 何一诚说 虽然政府会付钱 但借用酒店的过程还是相当困难 由得至今没有任何一家博彩企业 愿意借出酒店感到失望 希望博彩企业落实社会责任 澳门特区政府原定在4月发表施政报告 何一诚说 要等国家订出召开两回的时间 才能确定发表报告的日期 他说行政改革还有加大基础建设等方向 都不会改变 丰寒卫视曾会期澳门报导 两个消息方面来看到 针对台湾外事部门与美国在台协会 发表台美防疫伙伴联合声明 大陆国台办发案人朱凤莲 在星期二回应表示 台美发布所谓防疫联合声明 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 借新冠肺炎疫情 以一谋毒的卑劣行径和政治图谋 朱凤莲指民进党当局 是把台湾民众的卫生健康福祉 绑架到狭阳自重和祖国大陆 搞对抗的错误道路上 大陆支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加强合作战胜疫情 但是坚决反对借机搞台独 或打台湾牌 搞一些多此一举的小伎俩 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关系 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 大陆方面坚决反对台美之间 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好 那么继续来看几则 有关北京 深圳和上海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简讯 北京市政府表示 从25号零点起 所有从北京口岸入境人员 不分目的地 全部就地集中隔离观察 全部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指出 在严格落实 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的同时 将进一步发挥大数据分析排查优势 如发现违反有关规定 将依法处理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深圳决定从24号临时起 对京深圳口岸来生的所有人员 得要接受核酸检测采样 并如实向口岸所在海关 提交健康声明卡 配合检疫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另外 广东省商务厅宣布 原定在4月中旬举行的春季广交会 将不会如期举办 上海市自3月3号起 已经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自24号临时起 上海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级别 由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 上海市政府 占以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为重点 有效做好口岸防控和社区防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那么先休息片刻 稍后带您关注财经消息 我们一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财经消息方面 首先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售盘情况 那么内地互生股市 跟随外围股市大幅上扬 互指重上了2700点关口 收盘上升了2.34% 生成指则是上升了2.37% 那么香港股市也跟随外围的绅市 重上22000点关口 美联储以空前力度 舒缓流动性紧张和支持经济 支持市场信心 激励恒生指数收盘上升4.46% 至于台湾股市高开高走 美联储的果断行动提振外围股市攀升 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升4.45% 美国联邦储备局采取强力的措施 支持流动性 推动国际美元汇价 新企二持续回落 新兴市场货币趁机反弹 其中人民币反弹超过了半个百分点 接近完全收复周一的实地 美国联邦储备局 对恢复市场流动性的力度 是无前例 推动国际美元汇价 周二进一步下跌 美汇指数最多下跌超过1% 跌破102点水平 对欧元和英镑最多下跌超过1% 对澳元更一度下跌超过2% 脱离17年高位 外汇结算与数据分析公司 CLS的统计显示 疫情导致全球外汇市场的波动加大 3月份至今 外汇现货的平均每日交易额 较2月份急增2成7 到2.3万亿美元 新兴市场货币趁机反弹 其中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虽然小跌59个基点到7.0999 但高于市场预测的7.0141 集期汇价大幅高开440个基点之后 持续反复上行 收盘定盘价攀升418个基点 相当于0.59%到7.0769 收复周一的大部分失地 离岸汇价跟随声势 涨破7.09水平 维持与在岸价大约100多点的价差 其他货币方面 韩元攀升超过1% 领涨区内货币 俄罗斯卢布也反弹超过1% 至于印尼顿 泰铢 菲律宾比索 和印度卢比等货币则小幅反弹 土耳其里拉和南菲兰特同样反弹 港元汇价继续受惠港美息差 在欧洲时段再上升到超过三年新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在星期二用长征二号柄运载火箭 成功将摇杆30号06组卫星发射升空 3 2 1 点火 早上11点43分 卫星发射升空 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任务取得成功 摇杆30号06组卫星 采用多星组网模式 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 及相关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的第329次航天飞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那么新闻最后 带您关注天气的情况 把现场交给气象主播余瑶 晚上好 这里是凤凰气象战 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 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新疆的 北部东夷南下 陆续地影响五国大部地区 这股冷空气实力较强 带来的降温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普遍下降 6到10度 局地超过12度 同时冷空气还会带来 4到6级的风 那对于北方大部来说 气温的分水岭主要会出现在 26号 也就是后天 像哈尔滨 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 将会达到14度 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而到了后天将会降到只有8度 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有22度 后天将会降到只有10度 另外还有西宁 太原 霍浩特 后天的单日降温幅度 都将会达到15度左右 这厚衣服还是得留两件随时备用 南方的降温来的相对晚一些 普遍是出现在27 8号 城市当中像是上海 杭州以及长沙 几天之内气温也会下降15度上下 湿冷的感觉明显加重 降水方面 本周南方仍然是降雨频繁 那对流也是比较频繁的天气格局 明天较强的降雨区域将会有所扩展 华南中西部 江南西部 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普遍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 局地还会有暴雨现身 那具体的情况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吧 北京多云5到22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2到14度 长春震雨6到18度 沈阳多云5到19度 天津多云11到21度 和沃尔滨多云 六到二十二度 银川多云六到十九度 西宁多云零到二十一度 乌鲁木齐多云零下三度到五度 西安多云十三到二十八度 拉萨多云零下一度到十七度 成都多云十六到二十五度 重庆多云十八到二十五度 贵阳多云十三到二十五度 昆明多云九到二十四度 太原晴七到二十四度 石家庄多云八到二十一度 济南多云十五到二十三度 郑州小雨十四到二十一度 河肥小雨十一到二十二度 南京雷震雨十二到二十一度 上海小雨十三到二十度 武汉小雨十七到二十二度 长沙震雨十七到二十一度 南昌小雨十七到二十六度 杭州小雨十三到二十六度 福州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 台北小雨二十到二十四度 南京雷震雨十三到二十五度 南京雷震雨十二十二到二十八度 南京雷震雨十二十二到二十八度 澳门多云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尽管降水方面南方的降雨和对流是主角 但配角也可能会抢戏 明天夜间到后天早晨 内蒙古中部 山西中北部 河北北部 北京西部和北部的山区 都可能会出现降雪 而降雪之前白天的气温高 晚上存在对流能量 可能是一边打雷一边下雪 那目前城市当中 像呼和浩特 张家口 大同 都是预报了明天夜间 有雪或雨加雪 都是属于打雷下雪的潜在城市 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 世界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吧 世界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 今天的天夜情报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也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 2020年3月24号 西雅芳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